通讯报号继续学习企业合并 在上一节课是介绍到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合并资产负债表如何来进行编制 那在合并日这一天 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是要进行抵消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长期股权投资那一章已经说过 那因为现在到了企业合并这一部分 再把它作为一个复习 也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 当然也有一些延伸 如何理解合并日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我们看第一个 说P公司投出100万元的货币资金 形成一家公司叫S公司 那作为企业集团整体 说相当于货币资金100万由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去了 那最后呢 P公司个别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 和S公司个别报表中的失收资本就不应该存在要抵消 比如我们看一下 说P公司 现在投资形成一家公司叫S公司 他投出这笔钱呢会计处理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债方银行存款 而S公司收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借银行存款代失收资本 那你说作为一个整体 现在整体真正的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是P公司投资者吗 整个圈里的净资产都是归P公司投资者的 那站在他的角度上呢 当然就是把钱由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去了 根本不存在长期股权投资 也根本不存在这个失收资本 我们也知道当时S公司失收资本反映的是谁啊 是P公司 而真正合并报表里面的净资产 所有者不是P公司 都是P公司投资者的 所以把它抵消 我们具体看 而P公司投资前资产负债表是18年12月31号 假定有货币资金是500 其他资产是500 资产总计1000 负债的合计400 失收资本是500 未分别利润100 所有者权益600 这样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是1000 P公司在18年12月31号 现在是投资100万 就把100万块钱 投资形成一家全资子公司 那这样呢 P公司投资之后的资产负债表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货币资金变成400 长期股价投资变成100了 因为它寄到长期股价投资里去了 别的项目 和投资之前都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S公司这一边 先形成一家公司 它的货币资金会有100 然后实售资本会有100 别的都是计算的 那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在18年12月31号 编和平报表的话 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这个结果呢 就应该跟P公司投资之前的 资产负债表完全一样 不就是把钱由一个账户 转到另一个账户去了吗 但是我们看 合并报表上首先 要把P公司S公司 个别报表的数字 都过入到合并工作底稿 然后算合计数 那现在我们就会看到 货币资金没问题 P公司S公司500 这多了个长期股权投资 100 那资产总计由此会多100 变成1100了 实售资本就变成600了 原来是P公司自己500 S公司有100 变成600 那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你不能说我们最终 合并报表反映了合计数 又出长期股权投资 所有者权益实售资本 又多了100万 那不行 就把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对冲 我们把长期股权投资减少100 那资产总计也相应减少100 所以顺便的说一下 就说我们 你看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有的下面的数字是划线的 划线是通过计算得到的 你看资产总计 你抵长期股权投资 资产总计就被抵了 那如果是损益的 你要抵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也被抵了 利润总额也被抵了 净利润也被抵了 因为那些都是需要计算的 下面划线的都是计算来的 我们抵了失收资本100 所有的权益当然就减少100 负债所有的权益 合计也减少100 最终你会看到合并数 跟合并之前是一样的 这就叫合并报表 从这里就能够想象到 长期股权投资 代表人家的资产负债 不用 没有它 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那你失收资本 对应的是母公司啊 合并报表 真的所有的不是母公司 是母公司投资者 所以把那所有的权要抵掉 我们接着再看第二个 说P公司投出100万货币资金 取得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看这种情况 GP公司向S公司原股东 支付100万元货币资金 取得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我们现在为了简化 说假定呢 S公司资产负债表里 只有存货100万 没别的 大家不要说 那你这简化不对 它不构成业务了 我简化我们 想说明问题 那实收资本100 同样作为企业集团的整体 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拿100万块钱 买了S公司的存货 它的存货值100万 就这么个概念 所以大家看 说S公司原股东 现在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S公司呢 现在是有存货100 实收资本100 就原来已经有了 不是我们现在拿钱直接投资的 其实也一回事儿嘛 现在P公司 像S公司的原股东付款付了10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S公司原股东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没了 变成P公司持有S公司百分之百股权 那这个合并报表所有者 仍然是属于P公司投资者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所以相当于拿100万块钱买来存货 买的是100万的存货 如果说你要 原来没有过一些会计等式这个概念的话 理解的时候真的不是很难 对啊 你说并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有100万的存货 我付钱付了100万 你站在这个P公司投资者的角度上会怎么想 就是拿100万块钱买来存货100万 没别的 所以要把它抵掉呗 母公司长期股价投资 子公司所有者全抵掉 相当于买的是100万的存货 如果是吸收合并不就更好理解吗 吸收合并实际上来说 S公司法人资格消失 我们会计处理上这100万存货寄进来了 银行存款减少100万 没别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个合并报表 P公司投资之前 资产负债表18年底的时候 还是跟前面一样的 货币资金500 存货500 那资产总计1000 负债400 是时候资本500 未分别令人100 所有者权益也是600 负债所有者权益总计是1000 那现在说 在18年12月31日付款100万 从S公司远古东处 取得S公司100%股权 这样取得之后啊 就变成什么样子 投资之后P公司 货币资金400 长期股权投资100 你别管说 被投资单位对应是什么 它都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吗 付出的款项100 别的呢 跟投资之前都是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 能够想象得到 合并报表上最终结果 因为买的是100万的存货 最后呢 货币资金会变成400 存货会增加100 别的都不应该有 存货变成600了 那我们看合并报表什么东西 怎么做 把P公司S公司的 个别报表数据过入进来 算合计数 那合计数大家看到 货币资金400没问题 存货也600 但是长期股权投资就100 没这个东西 实收资本 本来500才对 结果变成600了 因此我们就要做分路 做抵消 作为整体没有的东西 把它抵掉呗 我们怎么个抵消法 把长期股权投资100 给它抵掉 那把实收资本100抵掉 那你看最终的结果不就是吗 相当于货币资金减少100 存货增加100啊 别的都没变 其实这就是合并 我们接下来再看 非全资子公司的情况 说P公司 投出80万元的货币资金 取得S公司80%股权 那P公司加S公司 原股东支付80万元货币资金 你取得了80%股权没 我们也是简化一下 说假定S公司资产负债表里面 只有存货100 实收资本100 那这种情况就相当于啊 我们取得S公司 存货里的80%是我们的 那20%是归少数股东所有的 我们现在叫少数股东权益 那国际上呢 有的时候叫做非控制性权益 看一下这种情况 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80%股权 那S公司呢 有存货100 有实收资本100 P公司向S公司 原股东现在付款付了80万 得到了S公司 80%股权 那P公司 要把付出的80万 寄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所以他会有的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80 代方代记银行存款80 会这样来做 我们合并报表 同样母子公司 作为一个整体 把它圈起来 合并报表 所有者是属于P公司的投资者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那另外一个所有者呢 就是少数股东 所有者 也就是说 我们取得80% 那这里面呢 实际上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少数股东 拥有20% 少数股东 他呢 还是拥有这一部分的20% 那这个少数股东啊 他拥有的权益 到底是 是不是所有者权益 就看什么样的理论 实体理论 他就是所有者权益 母公司理论 他就不是 他算负债 但是我们现在 基本用的 都是一个实体理论了 这个问题呢 会在合并报表 那一章再去学习去 那我们现在就要是这样 合并报表 母子公司个别报表数字相加 把不存在的东西要抵掉 你长期股权投资 是代表被投资单位资产的份额 比如代表存货的份额 你不应该有 因为存货已经进来了 而这里面的失收资本 一部分 就是说 S公司净资产的80% 是归P公司投资者所有的 但是他怎么反映呢 他说80%是归P公司所有 20%是归少数股东投资者所有 他是这样反映的 但是那个80%部分 绝对不是属于P公司自己的 连P公司的净资产 都归P公司投资者 所以 我们是这样做 把所有者权益子公司的 20%转出来 叫少数股东权益 单列项目反映在合并报表里面 体现的是少数股东投资者 在子公司净资产中的份额 那你净资产里面不就是100吗 它是20% 至于到底合并报表上放到哪 那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来说的 但是长期股权投资肯定没了 那你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就没了 因为所有者权益里面 不归属于P公司投资者的 也是归属于少数股东 我们就把它转到少数股东权益里面去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抵消分路 好那我们看 P公司投资前资产负债表 18年12月31号的 这些呢还是跟前面一样 货币资金存货等都是一样的 那在18年12月31号付款付了80万 从S公司远古东处取得S公司80%股权 这里面呢 投资之后的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还有42500减去80 然后长期股权投资会有80 那剩余的那些项目都没变 S公司呢也是有存货100 然后是 是收资本100别的都是计算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报表 母子公司个别报表数字相加 算合计数 然后整体上该消除消除 当然也有的该调整调整 我们现在呢就会看到合计数里面 长期股权投资有80 然后实收资本呢也有60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没有长期股权投资 把长期股权投资80给抵掉 前面也看到抵消分路了 资产总计 那当然这块要抵80 要算出来 实收资本全抵了 但是我们会形成一个少数股东权益 现在少数股东权益基于实体理论 它算所有的权益 合并报表上在未分别利润的向下来反应 最后所有的权益相当于减少80 我们看形成的一个结果 货币资金420 存货是600 资产总计是2020 那原来的P公司自己资产总计是1000啊 现在变成2020了 多了 负债失收资本还是500 但这里面多了一个少数股东权益 负债所有的权益合约也是2020 从这里要说的问题是 只要是 母公司对子公司能够控制了 别管持股比例是多少 要把他所有的资产负债全都进了 全部 其中净资产里面 不是归属于母公司投资者的 会把他反映到少数股东权益里去 他肯定会平衡的 所以你看现在的资产 就比原来多 因为你持有人80% 如果你100%并进来了 那你看我们那个跟原来就一样了 没有商业的情况下就这样了 这叫合并 如果是非权的子公司 那在合并报表上会出现 少数股东权益 概念要知道 少数股东权益是少数股东投资者 在子公司净资产中的份额 那这样呢就说 如果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100%股权 你再看一下吧 S公司有资产200 负债100 所有的权益是100的话 如果P公司向S公司 原股东付款付了10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100%股权 那现在 P公司呢是借长期股价 投资债银行存款 合并报表的我们说 把它作为一个整体 整体不存在的事情要消除 那消除所有的权益具体项目要消除 就会有呢 借方要还原成子公司的具体项目 比如说 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未分辨利润什么 那消除 借所有的权益 代长期股价投资100 就这样来抵消呗 抵完了呢 相当于付出的对价 得到的是S公司资产 承担是S公司的负债 我们再看一个非权格子公司的 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80%的股权 S公司有资产200 负债100 所有者权于自然也是100 现在说 P公司向S公司原股东付款 付了80万 得到了S公司原股东 持有S公司80%股权 这边呢 会借记长期股价投资 在银行存款80 但是呢 我们合并报表 作为一个整体 你要把 合并报表所有者吗 P公司的投资者 还有另外一块呢 是少数股东投资者 那20% 那我们抵消翻路 把子公司所有的权益都抵了 那当然要换成具体的项目 贷房长期股权投资 由于非权格子公司 那会形成一个项目 叫少数股东权益 当然少数股东权益 是在合并报表里面 特有的一个项目 就这样来反应 所以同一控制 我们合并报表主体是 母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要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道理呢 又说了一遍 借房借记股本 资本公计 盈余公计 未分别利润 这是典型的一些项目 当然你涉及别的 比如说也要抵 像其他综合说 什么也要抵 贷房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呢 贷房是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少数股东权益啊 就是非权子子公司的情况之下 才会有的 借房可能不可能会出现商誉 可能 不会产生新的 原来有的东西 当然也要反映进来 当然是说原来有的什么情况 就说 被合并方是集团 别人以前从集团外部取得的 当时是购买法 人界边合并报表是有商誉 那到我们这边 自然会有的商誉要反映 所以才有嘛 说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计量的时候 是相对于最终控制方 而言所有者权益账面 价值分和价商誉 那你把商誉加上去了 一抵 建方就会出现那个商誉 不产生新的商誉 但是可能会有 这是有一点要进行说明的 然后再有 同意控制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我们实务之中也这样要求的 就说 既然是权益结合法 认为就是一体化存序 要把被合并方 当年的所有的收入费用利润 现金流量不要如此 所有现金流都算进来 然后以前 说是在集团里面 经营过程中赚的没分的留存收益 我们也要带进来 那带进来呢 怎么带呢 就说带盈于公积 未分别利润 把它反映进来 我们也前面说过 说在合并日这一天啊 母公司长期股 全投资和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要对冲 那所有者权益里面 当然包括盈于公积 未分别利润 给人冲了 但我们权益结合法 说别冲 这一部分是在集团内部 转的啊 这块说别冲 冲了的话不好看了 我这说白话说不好看了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冲了 违背权益结合法的原则了 完全是账面的东西 简单的两家的净资产结合 那你原来有的 经纪过程中赚的 也得反映 说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那边分路底了 就要再返回了 归属于母公司的这一部分 比如你持股比例80% 转回80% 借方呢就借个资本公积 所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 代方余额危险 这笔分路呢 主要就是要把 我们被合并方 原来在集团基因过程中的 流酸收益给我们回转 解决这么个问题 当然这笔转换呢 你会看到真的粉饰报表 这笔分路 虽然合并报表 所有者权益的总数没动 但是流酸收益 增加资本公积减少 让报表使用者感觉非常好 你看这不是吗 所以他粉饰报表 这样呢就是有的国家 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备 是明令禁止不让用了 你从一蹈蹲 流酸收益多了 一蹈蹲 还把合并日之前的 一些收入费用利润都进来了 这不都是这种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来说 都要这样做吗 所以他粉饰报表 当然说 为什么这借方资本公积 你想啊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在母公司这一边 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计量 和付出对价 账名价值出现 差不多反映到资本公积 那你最终 要想调的话 又调资本公积就完了 这是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好看一下这个 合并财务报表准则 现在是有着要求的 虽然说书上没在写 没写并不见得就不恢复 被抵消的盈余攻击 为分别利润 如果考试这种 这种题目 还是要恢复的 第三十二条说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增加的子公司 及其业务 以及业务 除子公司之外 还可能会涉及到业务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应当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七出数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 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 自最终控制方 开始控制时 十点起一直存在 都要调整 我们看指南上 应用指南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增加的子公司或业务 视同合并后 形成的企业集团报告主体 自最终控制方 开始实施控制时 一直是一体化 存续下来的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应当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七出数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留存收益项目 应当反映母子公司 视同 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至合并日 应实现的盈余攻击 未分别利润 所以你看你 抵了人家的东西 就得给调过了 同时应当 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 进行调整 那实物之中 当然 这块是要求调整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题 AB公司 分别为P公司控制下的 两家子公司 A公司于19年3月10号 自母公司P处取得 B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合并后 B公司仍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 继续经营 未进行该项企业合并 A公司发行了1500万股 本公司普通股 每股面值一块钱 作为对价 假定AB公司 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 合并日 A公司 B公司所有的权益的构成 下面这表里都有了 有A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也有B公司的 A是属于合并方 那B呢属于被合并方 现在被合并方的股本是1500 资本公积500 盈余公积1000 未分别利润2000 现在是A 从他母公司那里面取得B100%股权 是发行1500万股 股票取得的 同意控制 长期股权投资5000万 怎么来的 是这个数 一定是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份额 如果这里面给了 说是1500万股股票 每股这一天的收盘价是4 一共6000万 这不能用 不是非同意控制 非同意控制 公允的单数 就是同意控制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是5000 代方股本 那股本这个数是1500万呗 资本公积 那就是3500万 资本公积是个差额吗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然后在合并日这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5000万 要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抵了 股本1500 资本公积500 盈余公积1000 未分别利润2000 和他要抵掉 就把这些给抵了 抵完之后 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啊 那你合并报表上 就反映不了什么呢 B公司原来在集团里经营过程中 赚的没有分的留存收益 盈余公积1000 未分别利润2000 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我们权益结合法说这不行 在集团里面 赚的钱没有分的 我们在合并报表里要把它体现出来 但是合并日时 长期股权投资 一定跟他这些项目抵消啊 这个道理前面说过了 所以接下来 做这个分路 百分之百投资 我们把它的盈余公积 推幅 带盈余公积1000万 合并报表上 我们要用 报表项目 报表项目就是 未分配利润 我们报表项目并不是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说 合并报表上 从道理上来讲 所做的调整分路 或抵消分路 用的都是报表项目 我们合并报表上 所做的任何分路 与账簿没有关系 不过路照账上去 不影响个别报表 所以下面就是 带盈余公积1000万 带未分配利润2000万 因为资本公积 我们是够的 那就是借资本公积3000 如果要是80%取得投资 那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我们每一个都乘以80%恢复 但是这个是100% 所以要知道他的道理 这是权益结合法吗 要是没有这笔抵消分路 我也用不着恢复它 反正都加进来了 那合并日呢 就要求母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 一定要抵消的 那不抵消是不对的 合并利润表 说合并方在编制 合并日的合并利润表时 在年初到合并日是要有的 那权益结合吗 你只简单吧 被合并方进来了 这一年利润表 过了一段时间 当然有也进来了 等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年初到年末来算 合并现金流量表 在合并日也要编 它也是年初到合并日 这么个过程 好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 一个是会计处理原则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会计处理原则 用的是购买法 它不是权益结合法 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现在就说的是购买法 购买法呢 也就是说 买东西任公允 我们在合并报表上 购买日要将被购买方资产负债 由账面调到公允 要做这个工作 而你付出的对价 比如合并成本跟被购买方 可变成净资产 公允价值可能不一致 不一致呢 差额确认商与 这就是购买法 既然是购买法 那我们下面就要有一些说明 比如第一个 确定购买方 你购买方 就得有购买方 被购买方 同意控制不是购买方 咱们同意控制 不要说购买方 被购买方 你都要成为注册会计师的人了 以后同意控制 你来个购买方 被购买方 人家的贩卖眼怎么办啊 因为那个你只能说 合并方 被合并方 合并日 非同意控制 是购买法 你叫购买方 被购买方 购买日 当然非同意控制 你说合并方 被合并方 合并日 也没有犯原则错误 反正都是合并吗 但是专业一点的 购买方 被购买方 购买日 购买方 就是说 能够对别的一方 实施控制的 那就是购买方 参与合并的其他的 被人控制的 叫被购买方 购买日 就是购买方 实际取得 对被购买方 控制权的日期 哪一天取得的控制权 那这一天 就叫购买日 那购买日的判断 就是看实质上 长期股价投资 也说过 说控制的 有个说法 那些条件 要满足的 要经过批准的 那该转让的 要进行转让的 负现金要50%以上 最终你要看什么东西 哪一天控制的 说这一天 董事会改选了 管理层来重新认命了 那就叫控制 第三 确定企业合并成本 这里说企业合并成本 包括购买方 为进行企业合并支付的现金 或非现金资产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 发行权益性证券 在购买日的供允价值 也就是说 付出对价的供允价值 在这里面反映 这实际上在 长期股权投资部分也说过这件事情 但是这里说合并成本中 包含货有对价的供允价值 就是我们进行并购 要求呢 要有对赌协议 没有对赌协议的并购 到证监会的审查都不够 那就说要求 被购买方的远股东呢 要有承诺 比如说被购买方的 业绩 每年的利润要达到多少 达不到的话呢 就要返还现金 或者是返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奖励的条款 比如实现利润多了 我们这边再付出一个货有对价 这种情况也会有 还有的一些合并呢 就是说我先付一部分 后面再付的时候 按照它实现利润的多少 再进行支付 这都涉及到一些 会有对价的问题 那会有对价 就也会影响到一些合并成本 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项目 后面会有说明的 第四 企业合并成本 在取得的可辨认资产 和负债之间的分配 虽然我们教材上没有 这是企业合并准则里有的 在几年前我们教材上 企业合并单独作为一章的时候 是有这些内容的 后来呢 不知道谁 就是把我们教材上一些章节呢 进行了合并 合并成的 都有点过了 把借管费用 能合并到费用那块去 然后把企业合并就给拆了 又放到长期股权投资去了 与企业合并 没了 没了就拿着剪刀 有的就给剪没了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单独恢复了 而这一部分还没有恢复 没恢复这个过程我们应该要知道 说企业合并成本在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之间的分配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并购一家公司 不是说 对这家公司新摸个底抄天 一项资产一项负债都进行评估 看多少 然后付出个对价 一摸个底抄天之后 跟人说 不好意思 我不跟你合并了 我不买了 那怎么行了 所以很多情况下呢 都是怎么做呢 整体评估 那整体评估 你别管有什么样的方法 比如收益限制法 或者什么失盈率法等等 评估整体了 说值多少 我们确定合并成本 那这是个总数 那你并购已经都行了 这个时刻对价该付付了 我们这个时刻真的就要知道它 资产负债的一些公允了 你得按照每一项的公允 在报表上来进行反应 购买法吗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得把合并成本 在取得可辨认资产负债之间来分了 分的话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 除无形资产以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 不仅限于被购买方 原以确认的 就是你原来没有确认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要有 也要反应 说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 预期很可能流入企业 且供应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 你要确认 必须要供应价值计量 他把无形资产给单列了 因为无形资产的公允 确定起来有难度 然后第二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的确认 那无形资产就说 反正最终你想方设法的 也要决定他的公允 要把它进行确认合理判断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要确认为无形资产 无形的吗 源于合同性权利 或其他法性权利 如果有的东西 说能够从被购买方中分离 或者划分出来 能够单独的来 或者相关的合同资产 附在一起 用于出售转移 受益许可 宿利交易交换 那你就确定了呗 确定就是按照公允价值来积 你就大致知道 这无形资产的要单独说 因为无形资产 要决定他的公允 这个事比较复杂 有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 为了减少商业 很多事情都放到无形资产里去 反正就是评估呗 我就凭那么多钱 所以把它单说 有供养供允计 负债也都是反映供允 我们看第三 合同中取得的被购买方 除货有负债以外的 其他各项负债 若履行有关的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离流出企业 且供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 单独确证明负债 供允价值计量 为什么把负债给低着出去了 或有负债低落出去了 它比较特殊 比如说 现在被购买方 有一项未决诉讼 可能赔偿人两千万 那你说 我们这种情况就要看了 它的供允到底是多少 不是说两千万可能吗 那也可能不赔呢 按照一样 按照一定的概率啊 比如算算 假定值五百万 那它比较特殊 因为被购买方 如果真的有货有负债的话 可能在合同里面 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 比如说 我来个货有对价 如果在什么时间 能够消除了 就说这两千万 可能发生赔偿支出 没事了 那我可能考虑在货有对价 付钱就多付 被购买方原购东 它有事我就少付 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就说它单列 别的都供允价值计 我们再看第四 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的货有负债 就说这个事情 在购买日 供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 应当单独确认为 负债变案供允价值计量 在货有事项的一章 曾经跟大家也说过 就说我们的货有负债 这件事情是可以 在合并报表上计量的 个别报表不行 个别报表不符合负债定义 但是你合并报表里面呢 因为我总的对价里面 要考虑它 既然它有公允 我就要按公允价值来寄了 下面有这么一个提示 实际上是2013年 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 报告关于企业合并中 地缘索得税的确认 这个问题呢 我在索得税的一章谈到过 我们再看一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的原则 确认和计量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在购买方财务报表中的价值 很可能与其寄水基础之间存在差异 从而带来地言所得税的确认问题 常见的情形 以控股合并方式完成的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取得被购买方的 可辨认资产在购买方合并报表中 按照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确认和计量了 但这些资产的计税基础没变 因为是被购买方是法人 法人他的计税基础没有变 就别管是不是什么免税合并 免税合并真的没变 计税基础是法人 所以通常情况下 资产的供应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上述差异大多是应大税三十性差异 那你按照准则的规定 合并报表上要确认 地言所得税负债 说的是这个问题 此外呢 以吸收合并的方式 进行的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在合并不满足税法规定的 免税条件的时候 那应税合并 我们的计税基础 因为吸收合并 被购买方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如果我们付出的对价 已经都交完税了 被购买方的原股东 那这些资产 负债的计税基础 已经就是公允了 但是我们吸收合并吗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并进来的资产负债是账面 那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账面比公允一般都低 这就会形成科体购买性差异 那你确认地言所得税质产去 我们关注的不是吸收合并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是那个控股合并 那下面第五 企业合并成本 与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差额的处理 这会出现差怎么办 说第一个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差 就是商誉 因为我们企业合并 是可以确认商誉的 非同意控制 多了就是商誉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 小于合并中取得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差 他说 为什么会小呢 先去复查一下 复合一下 复合法还小 那就购商誉 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事就行 购商誉既营外收入 我们看第六 企业合并成本 或合并中取得的 有关可辨认资产负债 公允价值 暂时确定的情况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企业合并发生在当期的期末 说因合并中取得的各项 可辨认资产负债 即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 或企业合并成本 只能暂时确定的 购买方应当以所确定的 暂时价值为基础 对企业合并进行确认和计量 那是这个不定的 暂时性的 然后这里说 购买日后12个月内 对原确认的暂时价值 进行调整的 适同在购买日 进行的确认和计量 那即进行追逐调整 只有这种情况 你是可以调合并成本 进而可以调商与 剩余要不是这种情况就不行 什么意思 前面跟大家谈到 如果说被购买方 有一项未决诉讼 可能赔偿人2000万 那这个呢 就或有对价 这个到底付多少钱 可能合同里要谈 比如说 他能够化解的话 那我这个 他的净资产就会高了 我就要多付对价 如果12个月之内 或者不能化解 那我可能要少付 比如在12个月内 真的就化解了 你原来我估计 货酒负债有一个公允 进去了 他化解了 何总理说的化解了 那这一部分就 该付多少钱付多少钱 那你整个的数就多了 合并成本数就加大了 我们就得调合并成本 那被购买方 可变成金融资产的 供允价值数呢 那也变了 因为你是把人家 合并爆发的 供允价值剂了 那也变了 这个是要进行追溯调整 所以是出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进行追溯 挑商誉 但是后面谈到 比如说 如果这个货有对价 是与后续 实现的利润多少相关的 不可以动商誉的 要想动商誉 这个调整 或者调合并成本 一定是在购买日 这时刻的事实是存在的 比如说 未觉送送是有的 以后他要化解的话 我这个货有对价会改变 合并成本会改变 被购买方可变成金融资产 供允价值会改变 那12个月内 要进行调整 适从购买日 说的是这个问题 第七 购买日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那购买日这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价投资 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那当然也是要抵消 那抵消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 借方差额就商誉吗 那如果说出现了 代方的 购买日啊 是不编合并利润表的 你们购买法 从购买日开始算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就是 代方 留存收益呗 我们一般就为分分利润就完了 第二个 会计处理 一个是非同意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长期股全投资出使成本确定 我们在 第七章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付出对价 你是属于现金 非现金资产 我们都得公允吧 不管哪个都是公允 然后也讲了 非现金资产呢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完全认为把它卖掉的方式处理 你发行权益性证券 也是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 那如果是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实现呢 达到控制式长期股价投资出使成本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如果原投资是权益法合算 追加投资达到控制 那出使投资成本是原投资账面 加上新增公允 如果原投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购买日时 原投资公允加上新增公允 这前面都涉及到过 我们看18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交易产生的费用中 不应寄入相关资产成本 或负债处置确认金额的事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往处置确认金额里去寄的 但是说不应该寄的 A 外购无形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 那你也是取得这项资产的增量成本吗 要寄的 就是说正常 为取得一项资产发生的 这些直接相关费用 是要寄入取得资产成本中的 那这个要寄 B 常租人在融资租赁中 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融资租赁这种情况 要寄入租入资产的成本中 要寄 再看C 合并方在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发生的中介费用 控制这种情况 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 不能进成本 进成本怎么了 进成本影响商与不行 所以 这个直接寄当期管理费用 这就是正确选项 不难 第一 发行以贪于成本计量的公司债券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 那也是寄入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当然了对金融工具确认计量 里面的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交易费用确实即当期损益 但是这个不是 不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贪于成本计量的 那不是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我们要求都要寄入到初始确认金额的 C是正确的 第二个 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既然是购买法 在购买日这一天 要将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允价值 认公允 购买法嘛 就说认公允 一般的来讲 都是公允价值要高 那下面说 以固定资产为例 假定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的 我们当人要把固定资产给挑高了 借固定资产贷什么 贷方贷贷债 欠随了 没有 负债类型的项目不会 那你说我要贷股本 贷失收资本的项目 也不行 那是确定的东西 不能随便的动 留存收益 这也不是我经营过程中赚的分的 其他中国收益也不像 也不是 所以我们就带资本攻击吧 你就排除那些多资本攻击 所有的权益就资本攻击 但是大家也会看到 最后 这里面带资本攻击也是会被抵掉的 我们带资本攻击 如果考试呢 给了所得税税率了 我们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 当然我知道 有的人说要是 应税合并 合并报表上就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这个其实不好 不对 它跟那个吸收合并不一样 吸收合并因为被 购买方法人资格消失了 我们把人家的东西 纳入我们账内 你是应税合并的话 交完税了 这些资产负债计税基础 真的就变成公允了 你没交完税 为是原来的 但是我们控股合并 也说过 这个计税基础 看法人啊 它怎么能改变呢 在合并报表上 你想我们的子公司 可能都是境外的美国的呀 你怎么能去改变它呢 那个动不了 动不了 既然你合并报表上 把它的价值调到公允了 就会出现差 所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我们建方借记资本公金 这是一个条 在购买日的时候 当然这个资本公金 费中都是被递掉 我知道有的同学说 不说好了吗 企业合并 地盐所得税负债 影响商誉啊 它怎么还来个资本公金呢 这个资本公金 等后面大家会看到 是个过渡性的 也就是说 合并报表上 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是要被抵消的 那你把子公司资产负债 调了赵公允了 用的资本公金 当然也最终都会被抵掉 抵掉之后 其实地盐所得税负债 如果是权负子公司 影响的就是商与 我们后面通过例子会看到 要是非权负子公司 当然你确认地盐之后 因为被购买方的净资产 发生改变了 那还会影响一部分 少数股东权益 不管怎么说 资本攻击是个过渡的 然后就是购买日抵消分路 母公司长期股全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要抵消 借股本资本攻击 其他综合收盈 又攻击为分配利润等 但是这个资本攻击 后面通过例子 大家会看到 一定是调整之后的 就是说我们把子公司 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整到 公允价值 不还涉及到有资本攻击吗 那数字都得在这 把它抵掉 贷房长期股权投资 非权存子公司 贷房还会有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少数股东权益 是按照我们抵消的时刻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合计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所以它不会反映商业 那我们这块形成的商业差额 只是反映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所以现在的商业 合并报表上反映的 只是母公司这一块 少数股东 对应的商业没有反映 如果少数股东 对应的商业反映的话 那实际上是一个实体理论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合并报表 别的一些业务的处理 什么所有资产都禁了呀 然后内部交易全都抵消啊 等等一些处理 都是基于实体理论 只有这个商业 还在反映母公司理论 那后面通过例子 大家也会看到这一点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还是属于企业合并 那企业合并就是要清楚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要进行对冲 在合并日这一天 或购买日这一天 然后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呢 是强调一个账面价值的问题 不会产生新的商业 原来有的商业呢 该反应还是要进行反应的 由于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所以在合并日被抵消的 盈余公金位分配利润 在母公司持股比例范围之内 相应的要往回转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知道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用的是购买法 那购买法在购买日这一天 要将被购买方资产负债 由账面的调到公寓 之后呢 要确认商业 编抵消分漏时 长期股价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可以抵消 非钱的子公司 有少数股东权益 充限的借方差额就是商业 那这个叫掌握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